神龙明圣满门营,文石古迹任远行,大家好,我是任远 今天咱们看安逸古村落里边的第二座村子,也就是水南村 从罗田村走出来,向前行走大约400多米,就能到水南村 这里至今保存着原来的石板古道 水南村是安逸古村中最年轻的 因为这里修建于明洪武七年,距今648年 这里的人们也是从罗田村迁过来的 和罗田村的皇室同属一宗 因为北边的山上有一条溪水流过,因而取名水南村 这个村子目前保存着明清古建筑20多处 水南村的古建并不像罗田村那样宏大 这里的每处大小基本一致 比较有看点的是皇室宗祠 高大的古章与房屋非常匹配 宗祠的体量比其他住房略显大些 分为前厅、中厅、后厅三大部分 西边也有厢房 在这个家族里,族人将客居的精神文化 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走出皇室宗祠,外面有一座戏台 可见工人师傅正在修缮 应该是在为10月1的旅游黄金周做准备 旁边是两座牌坊 一座眷客福泽江夏 另一座眷客百卫坊 百卫坊里面就是这里的小吃街 不过我来的时间可能不对 大部分商铺都处于关门状态 走在水南村中 随时都会被以雕刻工艺建长 匠心独印的古建筑精美的喘不过气 那些令人目不接下的鬼斧神工的雕刻作品 简直太漂亮了 据说水南村有一处小屋 是宝皇变子军统帅张勋青少年时打工的住处 不过我是真的没找到在哪儿 千百年来古村曾圣极一时 也曾黯然无声 不论成功得失 古村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他为人们研究干商文化和干派建筑 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村内的道路比较狭窄 穿梭其中伸手就可触碰两侧的墙壁 在这幽深的项目 触碰这些历史留下的痕迹 那些远去流转的岁月 不知躲在哪个角落 诉说着这里的悠悠历史 这种古村和古城 它最大的看点 就是时间留下来的沉淀 这里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都是历史的气息 青砖灰瓦之上是绿水青山 绿水青山之间 又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 这个村子经历过明清的金戈铁马 也看到过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但是它给人的感觉 就是停留在了建村之初 这种远古的气息 仿佛就在阳光下 向你诉说着这里彼时的繁华 你去行走在交错纵红的项目 用手去触摸那古朴沧桑的老屋 这里给我最大的感觉 就是被传统文化深深的浸染过 从这里进去就是于庆堂 最后面是闺秀楼 也是大户人家的闺秀出价前的住处 这里是由堂楼和廊楼连接组成 以花窗相隔 回廊三面是朱漆栏杆 整楼内饰布满了各种木制浮雕 装饰豪华 而且用料讲究 根据这里的简介 归秀楼也和旧时有钱人家的规格一样 如果孩子不听大人安排 那么就要采取抛秀球的方式 挑选如意郎君 试想这一天 附近的乡民都会赶来凑热闹 特别是没结婚的青年们 更是蜂拥而至 当时的场面肯定热闹非凡 小姐站在归秀楼的回廊向下观望 站在天井的青年们则争嫌恐后 纷纷仰头一睹芳容 小姐忠义哪个人 就把秀球抛给他 选定之后 就举行隆重的婚礼仪式 那么有个问题 古代真的有抛秀球这种特殊的婚俗吗 正史记载 汉族是没有抛秀球的 但是少数民族地区有 尤其是壮族很风行 但是和我们看到的抛秀球不一样 壮族是一对一抛 而不是一群人去抢 虽然抛秀球也是一种对于爱情的表达方式 但是这样的情感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并不能构成门当户对的理智 在古代 人们对于情感的表达比较含蓄 因此在思想落后的年代 很难会有抛秀球的制度出现 并且古代女性的地位比较低 对于自身的情感归宿 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所以电影电视剧里的抛秀球 我们看看就可以了 大家可千万不要当真 不过哪一天你心血来潮 也想尝试一场抛秀球来征婚 记得一定要学国拼 可千万别去学男足 一次旅程三五故事 关于水南村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下个视频好